人为什么要活着 我想 很多人在心底都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 为了金钱 为了地位 为了名声 或是为了家庭 为了亲人 为了孩子 每个人都会为各种各样的目的而活 但如果这一切都不存在呢 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于华的这本活着或许能给我们答案 看过很多于华的小说 但没有一本像活着这样给我这么大的震撼 直呼有位网友评价这本书只用了一句话 这是一本完全不需要书签的书 一口气读完 人的一生 甚至人类的一生便全部铺开在眼前 人为什么要活着 活着 只是为了活着本身 少年风流 字易挥霍不知仇 福贵的出身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又福气又富贵 祖上是乡里的大地主 父亲是穿着丝绸衣服的乡身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小姐 拥有百余亩田宅 连走路都带着铜钱的声响 福贵出身富贵 不知生活艰难 打小便显露出顽劣本性 上司书 福贵不认真读书 先生说朽木不可刁眼 放学时 他气在家丁身上 像骑大马一样呼啸而过 长大后 顽劣不改 更添恶习 他嫖 嫖完之后 骑着静女 到丈人面前脱帽致敬 他赌 赌得家财将尽 也不可自拔 对此时的福贵来说 所谓生活 就是用来享乐的 而财富就是乐子的保障 就是活着的意义 然而 有心之人设计赌局 将福贵套在里面 他将最后一点家产 败得一丝不胜 终于家丁散尽 衣食无照 老爹气死 母亲病重 眼见他起珠楼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堕了 只有瘦弱的妻子 和年幼的儿女 依旧在他身边 而此时的福贵 陡然醒悟 想要开始全新的生活 活着 似乎与财富 名望和地位无关 中年坎坷 颠沛流离 无定所 贫穷带来了改变 福贵终于借了赌 租了五亩田 开始安安稳稳地生活 但好景不长 在帮老母亲抓药的时候 稀里糊涂地 被国民党军官 抓去当炮兵 他所在的军队 被包围住 看着身边的战友 成百上千地死去 曾经鲜活的日 变成一具具尸体 福贵并没有感觉 因为比起生死 肚子的饥饿 更加难以忍受 福贵想要活下去 他的战友 都想要活下去 当身处绝境 似乎一无所有的时候 求生的欲望 却显得如此强烈 因为现在虽然截然一身 但在家乡还有母亲 妻子和孩子们 在等着他 没等来国君的营救 反倒是解放军 带着热气腾腾的大馒头 填饱了福贵的肚子 当福贵拿着解放军 给他的盘缠 终于回到家乡时 已经误使人非 母亲去世了 女儿哑巴了 当年将他害得 倾家荡产的龙儿 也被枪毙了 当年吸他户他的双亲已去 比起哀痛 福贵更多的是茫然 当年害他坑他的仇敌一死 比起快意 福贵更多的是轻松 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生活从现在开始吧 活着 似乎与父母 仇人 过去无关 老年艰辛 妻死子去苦伶仃 俗话说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但这句话 却没有应验在福贵身上 更大的苦难等在前面 先是妻子患了软骨病 家里的重活 全都落在福贵和女儿的身上 然后 因为儿子的血型与县长夫人相同 被医生抽干血而亡 很快 女儿嫁了人生孩子 却因产后大出血死去 福贵的妻子 因受不了精神打击 也跟着去了 一连串的苦难 就像是一块块巨石 压在福贵身上 原本是有希望的呀 福贵应该会想起 女儿怀孕时 她和妻子 女儿 女婿坐在抗炎 边笑边哭时说的话 我也想不到 先前最怕的就是 我和家珍死了 凤霞怎么办 你娶了凤霞 我们心就定了 有了孩子更好了 凤霞以后死了 也有人收拾 她幻想着 一家人带孙子的场景 期盼在未来 开启全新的生活 却没成想 孙子刚刚出世 女儿和妻子便一起走了 两命换一命 值得吗 如今 只剩她一个孤独的老人 扁头的女婿 和嗷嗷待哺的孙子 可命运好像开玩笑一样 孙子四岁那年 女婿在工地上干活 被两排水泥板夹死了 如今真的是孤儿寡老 再也没有人在抗边说笑 没有人在炉旁煮饭 没有人在工地赚钱 但是依旧要活下去 虽然妻子不在了 虽然儿女双亡了 女婿也离开了 我还是要活下去 因为还有孙子 活着 似乎与爱情 子女 未来无关 截然一身 天地苍茫苦无根 福贵的孙子叫苦根 与福贵的季福又贵不同 这孩子生来便命苦 没了娘 死了爹 苦根是福贵唯一的亲人 福贵也是苦根唯一的亲人 对这个徐家唯一的血脉 福贵为他注入了全部的心血 家里穷得吃不上饭 但福贵还是带苦根吃了一次面条 田里的菜到城里卖不了多少钱 但每次进城 福贵都要给苦根买糖 但还是穷 年老的外公和年幼的孙子 又能有多少收成呢 家里吃不起饭 平常最好的家餐便是豆子 一日 苦根生病 福贵给他煮豆子吃 结果豆子难消化 苦根撑死了 老来丧孙 截然一身 没有财富 没有地位 甚至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就这样赤条条 截然一身 还要活着吗 是的 福贵依旧选择活着 我是有时候想想伤心 有时候想想又很踏实 家里人全是我送的葬 全是我亲手买的 到了有一天 我腿一伸 也不用担心谁了 有人说 消除痛苦最好的办法 就是经历一件更大的痛苦 福贵便是这样 梦想一点点破灭 亲人一个个死去 到最后仅存的一点念想 也化成灰烬 不留痕迹 然而 他依旧赶着老牛 唱着歌 活着 似乎与生命本身都没有关系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佛说 人生是苦 道说 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口 这个世界是怎么了 我们如此艰难的求生 却屡屡被世界背叛 看看福贵 和生命中许许多多 像福贵一样的人们 他们或许生活困苦 或许屡遭不顺 或许家人近视 但依旧在坚强的生活 他们不曾想见 也无力享受 活着的境界 因为仅仅是活着本身 便已经拼尽全力 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 活着 仅仅是为了活着本身 就像于华自己说的 最初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是因为不得不来 最终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是因为不得不走 我们没有选择 但既然来了 那就不如拼尽全力 人生如逆旅 我亦是行人 致敬于华 致敬所有努力活着的人们 敬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